今天我们来加一下这个工业蒸柳水是怎么加的 加工业蒸柳水或者是纯净水那种可以喝的 把这个板拆出来把这个箱体抽出来 我这盖子可以拿起加这个工业蒸柳水或者是纯净水 尽量加到八九成这样 然后这个不用放进去先先开机器 让它抽一下运行正常我们再把它放进去 先开机器 把电源打开 然后里面的这个漏电开关 电源把它打上去 就比如说它现在水你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抽上去 现在水的话明显 是吧 这里点一下这里已经正常了 已经在抽着啊 看到没有它水流在 这里抱紧 看这里 主要是这个水流 因为它这个水已经放完了之后 我们要检查 它水要抽干净 看到这个水 啊 它现在是正常了 它不会说一段段 如果说抽不上的话你就把它抬起一点点了 它现在就正常了 正常就盖住 然后再把它放进里面去 现在是正常了 你可以看这里没有抱紧 这里的水流是正常 Water这里水流正常 就行了 就行了 然后再把这个收进去 把它关掉电源 把它收进去 正常我们再把这个收进去 因为有时候水流 把水拍干净了之后 它就比较难抽上去 再把这个螺丝收紧 再把这个螺丝收紧 好现在就已经接好了 整体的机器就可以运转了 这样就好了 现在的水流已经正常了 整体已经接上了 整体已经接上了 切肉店